你的高音总是吹起来很不好听吗? 今天来跟你分享四个吹奏高音的秘诀 最近很多伙伴问我说呢 这个啊高音啊 它常常他们吹起来就是听起来很尖锐啊 很扁啊 然后或者是高音的咪啊 声发啊常常会吹不上去 或者是吹高音的时候嘴唇很紧啦 这到底应该怎么解决呢? 今天就跟你们分享四个方法 立即可以改善你们高音的吹奏状态 先说这一集干货满满 赶快缩长起来以免你找不到 第一个方法呢 就是你的吸气要吸得够深 我大概有80%的学生过来呢 如果他们高音有问题 基本上都是这件事情 就是你的呼吸太浅了 你只要呢可以改善你呼吸的深度呢 基本上呢你高音的厚度就会出来 所以呢如果你的高音呢 听起来常常又扁啊又尖锐啊 基本上你的中音跟低音呢 也会有相对的问题 只是问题没那么大而已 如果呢你的吸气太浅 你的高音听起来就会像是这样子 你们刚刚听起来应该会觉得 好像自己快被就是拉上天空的感觉 有没有就是一种浮起来的感觉 这基本上呢就是你的吸气太浅的关系 所以你必须要去想你要把你的气吸到你的脚底的位置 你要吸得够深 只要你吸吸吸的够深呢 你的声音听起来就会有厚度 像是这样子 当你做到这一点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呢不管你在吹长底的任何的一个音域呢 你的声音的延展性还有宽阔度就会立马被打开 然后再来第二点呢 是你的上嘴唇中间不能压 还记得之前呢影片三步骤催出声音里面的第三步骤 所以我讲到一个口诀 就是arm pull 你却感觉下到你念arm pull的时候 你使用的是哪几块肌肉呢 好我们使用到的呢 就是这个 这样子的一个肌肉 上嘴唇的这两个点 以及下嘴唇的这一个地方去控制我们的嘴型 我们用我们的逻辑去思考的时候 就会知道呢 当我们上嘴唇压的时候 你的动就会变扁 对不对 那吹出来的声音就会像是这样子 我们的嘴型就像是我们的出气口 你的上嘴唇压了就等于你压扁人的出气口 你的声音怎么会好听呢 如果你吹高音总是想要压你的上嘴唇 请回到刚刚前面讲的第一点 就是你的呼吸不够深了 你的重心往上浮了 所以你的下意识就想要压你的嘴唇 去让高音变得好吹 第三个是你吹气的位置 如果你常常觉得你的高音就是上不去 一直在破音像是这样 这样的情形呢就表示你的吹气的位置是不对的 高音的吹气的位置呢会比中低音稍微高一点点 所以呢如果你的吹气的位置呢太 就是是中低音的吹气的位置的话 那想当然的你的高音当然是上不去 再来第四个呢 就是你在送气的时候必须要想的远一点点 如果你眼前有一面墙 你必须要吹把这个高音的位置呢去想 你要吹超过前面的那面墙 尤其是高音的咪跟高音的声发 如果你吹气的距离只想在你眼前的话 它听起来都会像是这样子 就是会上不去 当你把吹气的这个距离呢想远一点点 它就吹上去了 高音的声发也是如此 只在眼前它就会像是这样 可是如果你想远一点点 它就吹上去了 那练习的方法也很简单 拿一张卫生纸把它放远一点点 然后对着它吹气 就感觉什么叫做把气送远一点点 好了以上呢就是四个 你必须要具备的最高音的技巧 学会了吗 有问题评论区留言 我一定会回哦 或是欢迎加入群聊